这个男人得了一种怪病 病发时全身会以光速疯狂 可即便他问诊了数十家医院 医生却都说他能活着已经是奇迹了 这种怪病不仅让男人失去妻儿 就连他想最后抱一下儿子 却也被抖动无情打断 为了不让儿子被自己误伤 男人只能顶着大雨跑出家中 眼看抖动家中男人立马掏出镇定药 可此刻他却连药瓶都抓不稳 看着散落满地的药丸 男人只能狼狈捡起塞入嘴里 这才暂时抑制了怪人 而导致男人患上怪病的罪魁过手 正是黑心企业家莱诺卢瑟 为了找出自己得病的人 男人利用抖动震碎了莱克斯基 可眼前的保安却还不怕死地想阻止 不料这时男人一个疯狂抖动 竟直接将保安给震死了 没想到自己竟闹出了人命 害怕下男人逃了 但很快警察就将他抓活 可就在这时男人却再次发病 这次比以往更加严重 即便两个警察想将他按住 却都被光速地抖动打飞 就连身为超人的克拉克 也扛不住男人的抖动 但好在很快他就停止下来 可男人感觉在这样下去 他必死无疑 于是他利用阵战挣脱手铐 偷偷潜入了以前工作的莱克斯集团 但原本是通往第三层的电梯入口 此刻却已经被一堵墙封死 没想到莱诺卢瑟为了掩盖丑闻 竟然将所有证据全部消灭 无奈男人只能持枪绑架了一群学生 很快警方就包围了工厂 但即便数十条人命随时可能死 莱诺卢瑟却依旧不承认有什么第三层 而此刻同样被困工厂的克拉克 利用能力找到了工厂的设计图 里面同样没有所谓的第三层的设计 一瞬间所有人都认为男人是精神病 不料就在这时男人突然病发 剧烈的抖动让男人将手放在了阀门上 这不仅打开了气体贾唇的开关 还直接将开关锂断了 一旦贾唇浓度到顶峰值 那么所有学生都将丧命 为了数十条人命的安全 身为厂长的莱克斯卢瑟 决定用自己当人质来救走所有同学 毕竟他是莱诺卢瑟的儿子 可殊不知莱克斯根本不知道什么第三层 得知自己被戏少的男人 二话不说就要绷了他 好在危急时刻克拉克说他找到了第三层 原来觉得是有蹊跷的克拉克 利用透视眼发现了墙壁后真有着一部电梯 很快男人就将莱克斯抓到了电梯 他要让他这个厂长知道真的存在着第三层 可当看到电梯上只有一根二两个按键时 不料这是男人伸手按在了空白处 一瞬间莱克斯头脑瞬间空白 没想到自己的父亲为了隐瞒第三层的存在 就连自己的性命也不在乎 可当男人打开所有灯光时 原本种植变异蔬菜的大棚却都消失了 他就是在帮莱诺试验变异蔬菜时 被爆炸的克什嵌进体内才会得病 而现在所有东西都不见了 也就意味着他根本无法治好 崩溃下男人瞬间发病 疯狂的抖动连带着铁桥 承受不住的铁桥瞬间断开 男人跟莱克斯掉在半空命悬一线 虽然克拉克健壮想要救援 可男人全身都是克什碎片影响着他 但为了救下两个人的幸运 克拉克还是强忍着将两人拉了上 不料这却引起了莱克斯的怀疑 毕竟一个普通人怎么拉得起两个成年人